有朋友看过我之前发的如何提高免疫力的视频 就问我 自己经常涨溃疡还很容易复发 甚至一直涨好几个实在是折磨人 是不是和免疫力下降也有关系 其实这种反复发作的口强溃疡 叫做复发性阿弗塔溃疡 具体的发病原因 目前医学界还没有彻底搞清楚 可能和遗传消化作息免疫力等等因素都有关系 针对这种反复的口强溃疡 根据诊疗指南 可以使用像取安耐德口强软膏 这种中肠效的药物 它可以减少溃疡复发的可能性 在溃疡上面涂抹一层 还能快速的缓解疼痛 一般隔天就会用手好转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结合病 消化到溃疡和糖尿病的患者 一定要遵医族使用 千万不要自作主张 另外平时还要注意营养的均衡 不要使劲的吃单一的食物 还要戒烟戒酒 少吃辛辣刺激 过烫的食物 减少对口强的刺激 保证睡眠充足 养成每日排便的好习惯 但是如果溃疡超过一个月 都没有愈合 或者半发发热 或者其他一些症状的话 就一定要及时去口强科就诊了 要是你身边有反反复复 口强溃疡的朋友 那就把这个视频转发给大家看看吧